县长林明曾 上午会同议员蔡忠志 前往民间乡会看探寮村 新光村等多处危险 老旧农路及道路 离县长会看之后 针对村里联络道路老旧破损 影响民众通行安全 指示公务处尽快发包改善处理 县长林明曾今天一早 在公务处同仁及议员蔡忠志的陪同之下 一起来到民间乡探寮村 受到当地民众欢迎 林县长首先视察看点像路面 由于这条巷道从二十几年前失色至今 未曾修缮 因此路面均裂相当严重且高低不平 林县长认为急需重新封城 县长林明曾表示 泰寮村坎顶向A7路面连久失修 路面破损严重 加以管线工程施工之后 未抛出原有A7封城就直接扑舍上去 造成路面突起 阻碍排水沟排水 影响行政安全继续改善 今天蔡忠志议员 我们很关心我们民间乡 拖頤村 阻碍排水沟 因为阻碍排水沟 这条航道可以说二十几年 从开始控制到现在都不再重修过 尤其还有一些白鸭水沟 跟电信管线 互到螺 这布杆都没变 盖门曲盖 二千坎记去布 都没跟他拋住了 让这路面 都在 補电信管线 都会平盖上去 让我们整理了 大家在乡船路面 不拔 常常拔得 所以蔡總署議員 接著我們村民的歡迎 特別帶我來看 我來實體來探查 因為路面要重新拋除 再來方新的保有路面 這要做好 我們村民出籍也比較安全 尤其要帶孩子去撤車 帶我們學生去撤車 比較不夠拔倒去 所以本來是一條紙線 沒有依存在來 結果我們村民也反映 另外增加獎金一百公車 路面也沒有平 做一次來四天 我來看這個比較少有需要 所以我們這次 本來這條紙線看 是差不多八十萬 所以還計一百公車 增加到一百萬的金費 所以我們管政府 來決定很快 來儲修政會 來設計法包 把路面金做好 讓我們來整理 我們這裡市長 來創集 可以有更好的路面 讓他們走 另外議員蔡宗志也表示 感謝林縣長 關心民眾行的權益 尤其是鄉間道路 除了去村裡聯絡公輪之外 也肩負農產運輸重責 林縣長聽見民眾的心聲 用行動解決民眾困難 令人感動 首先要先感謝林縣長 來下鄉衛民服務 我們團條川蓋上 這個AC路面 我們縣長也很感謝縣長 當場承諾 在今年度 一定會很專利 來把這兩條龍路和巷島 都專利來完成 讓用路人和我們這些居民 一個用路安全 隨後林縣長一行 要前往新光村大下巷 由於當地路面年久失修 AC路面腦化破損 歷史裸露 影響居民生活品質 以及通行安全 急需改善 縣長在灰桿之後 馬上折成公務處 儘速尋找行費 施工封城 讓民眾在行車方面 有更為安全的道路 也確保剩下財產安全 記者陳雲志 民間採訪報導